歡迎收看屈機頭條 我是吳俊瑜大宇 與你一齊看時事 我們立足香港 聚焦中國 放肯世界全部視 近期南海、台海、東海的問題都動蕩不斷 中美博弈現在已經去到什麼階段 其實我想講兩個問題 兩個問題就是 第一 現在美國兩線作戰 在澳湖戰爭裏面都喘氣 又突然間來個尾巴衝突 而黑衝突裏面 現在也有紅海護航 其實是不斷地消磨美國裏面的軍事的儲備 為什麼美國還繼續在朝鮮半島 南海挑事 大家看到朝鮮半島非常緊張 陸續在聖誕節過年裏面 一直在跟韓國搞軍演 令到昨天終於這兩天 金正恩就很不滿 哇 你每天都在挑戰 令到我的安全環境惡化 立即在鹽邊島裏面打200個炮過來 令到韓國立即撤走幾個北方島裏面的7000人 給他警告你 好了 我忍了你很久了 你還天天在我家門口 過兩個節都不行 聖誕節到新年都不斷搞我 因為美國斬首行動 我將來怎麼沒有繼任人呢 準備一開戰前一定要搞繼任人問題 所以連十歲的女兒搬出來 是女將軍領導人 為什麼呢 不妙 將會盡快一戰 打大仗之前 食吉之寒之前 第一件事遠征就先找個接班人 鐵定接班人 他先安排了個女兒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在南海裏面 菲律賓明知道海軍都沒有 為什麼這麼勇去挑戰呢 而美國叫他去搞事 他又相信 為什麼他會相信呢 我們經常都很不明白 為什麼美國現在 吊頸武繩 兩場仗 兩線作戰 還在朝鮮半島 在南海裏面挑戰呢 我自己覺得 第一個問題 我會有五個答案 大家討論一下 第一 因為這件事是 為了去破壞中國政治安全環境 為什麼破壞中國政治安全環境 你發覺近年來 尤其是 由美國2018年發起貿易戰以來 2019年科技戰 2020年新化戰 新冠疫情等等 到最早2022年的金融戰 好戰爭大起的加息周期 中國 都未崩潰 而且FDI 外國直接投資 不斷增長 也超過了美國 美國除了金融戰 略為匯落後 不斷增加海外投資 對美國爭奪 海外資金方面 長遠來說沒有好處 而且拉越拉越遠 中國增加FDI 海外直接投資 對中國產業升級的資金來源很有好處 科技創新都需要資金 尤其是Angel Fund 天線資金下來 對中國科技創新又會有影響 第三次要直接影響是經濟繁榮 如果長期中國的FDI 因為海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的話 對中國經濟一定貢獻 對美國如何讓中國拋離它 所以一定要製造足夠的安全環境的風險 其中最明顯的就是911時期 當年9月份是甚麼 其實美國已經和中國致會 當年的國務卿Riser 黑日的女性 他當時已經警告中國 你將那些6000枚導彈指著台灣 我不妥理 不滿意你 如果在9月底之前 你不移走那些導彈指著台灣 我就轟炸你沿海 所以中國很惆悵 9月份很惆悵 怎麼搞呢 怎麼知道突然間發現911 發達了 為甚麼911 中國在一個小時後立刻回應 我支持美國反恐 就轉而視線 我和我這麼支持你 當時布殊又 立刻接個電話 就不加思索的時候 不加思索弟弟不加思索 即時說 好 我們一起去反恐支持你 因為很直接的 其實就令到中國的安全危機解決 因為炸一炸它 所以外國的投資哪有敢來呢 因為投資要長遠發展的 要有回報的 所以要盡量拉來中國的競爭 一定要破壞安全環境 外國的投資才不敢投過來 你又發覺有一個端爲 最近德國的大眾汽車 它現在投資不是沿海 是投資哪裏 是新疆 就算安全環境如何變 新疆有段時間都未變 有段時間都未打到內陸 所以現在的廠真的在內陸 想到很多問題 除了政策有優惠之外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挑起地區矛盾 挑起地區矛盾 主要針對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 朝鮮半島是針對 中日韓的自貿區 你知道 中日韓自貿區每一次 對上一次差不多簽協議 每一次都出事 因為當時中國是第三大經濟體 日本是第二大經濟體 美國怎麼可以容許 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三大經濟結盟呢 如果到時我的第一大經濟是怎樣 那就墮後 所以當年的中日韓自貿區 他幾次搞黃了 他發現什麼呢 六天之內 兩個親華派的部長 有一個交通意外死 上網看看 當時是日本第一大金融商 跟中國貨幣調期 日圓和人民幣貨幣調期 不用美元交易 這個活該死 會影響第二大經濟體 和第三大經濟體都不用美元 那我美元霸權就不賺 就死了 所以一定要分離中日 從此中日就挑起矛盾 第二件事你記不記得 日本首相前首相 在《溝山尤己夫》裏面 就寫了 他們是祖道田大學的政治教授 他寫了一本書 寫了一本篇文章在美國 就是為何日本不能向美國說不 那引起很震撼 另外日本也提過 我和中國將來第二大經濟 第三個經濟體 當時入了第二大 就用亞元 不要用日元交易 不要用人民幣交易 大家要搞個好像歐盟那樣 整個亞元 這個就是溝山下台的原因 就是每一次中日行走近的話 一定有領導人下台 不單止下台 上次提起兩個部長 兩個親華派 就是一個吊頸 有三封信留給首相 內閣和老婆 三封信都是解密 都現在還沒有解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最大的問題 就是用日元和人民幣貨幣吊期 這裡引致到最後 人民幣有35,000億貨幣吊期 導致今時今日 美國展揚毛加息週期 減弱的原因是什麼 好像亞根廷那樣 去亞根廷 好像其他國家 用貨幣吊期 一沒有錢 就問中國 將人民幣轉回 做美元還債 我寧願欠人民幣 欠你七利息也好 等三年之後 才換回人民幣給你 每一次 美元危機之下 大家就會賣了人民幣 所以每一次 美元危機 人民幣一定大跌 因為其他國家 變成一個助力 有35,000億在外面 是給它一個臨時的周轉 給它過活的 所以 第二個原因 就是 美國一定要挑起中日韓的矛盾 挑起朝鮮半島 就是最容易製造矛盾 挑起矛盾裡面 不可以令中日韓的經濟 融合得這麼快 如果不是 美國最大的經濟體 會受到挑戰 第二個原因 第二部分 就是RSIB 是東盟10加5 就是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就是 剛剛在去年 2023年1月1日 實施的 就是10加5 RSIB是什麼 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第二大就是 東盟10國家 中日韓 紐西蘭 和澳洲 臨到最後 10加6的 印度逃亡 不加入 第二大就是 美密加 美國 墨西哥加拿大 第三大才是歐盟 所以美國 不可以讓你繼續 RSIB 現在中國在搞RSIB 10加5的第二版本 第二版本最重要 是令到什麼 東盟現在 因為RSIB 第一版本 變成中國最大的 貿易夥伴 也是中國經濟的後花園 第一次對美國打擊這麼大 我還給你搞第二次 朝鮮半島就是要製造中日韓的矛盾 南海的挑事 就要繼續製造RSIB的分化 你東盟10國 中國的後花園的發展 等到你不會形成經濟的助力 第三個原因就是 要挑起民友和中國的對抗 為什麼要挑起對抗呢 你是民主來的 你都不敢和中國挑事去巡行 大哥 你都不衝在前面 小的地方跟著你 所以他不多不少 他都要衝在前面 行不行 不行 不過衝在前面 現在要加上 美國已經聰明了 怕中國不聲不聲 打他一下 所以整天和中國聊天 我們要增加湖南 增加和國防部長的直接溝通 現場戰區直接溝通 千萬不要誤判 大哥 我做大鏡 我是不是也要衝在前面 不過小心拆槍走火 我還不想和你打架 不過我也要做給小人看 所以增加湖南的原因 就是要挑釋得來 大動盟友 如果不是 繼續不大動盟友 你的霸權就不穩陣了 第四個原因是 是什麼呢 就是 東海、南海有油氣田開發 是在阻折中國 大家知道東海有東海油田 南海也有很豐富的隕藏量 中國是很聰明的 在杜特爾時期想了一招 各自爭議共同開發 將南海油田和菲律賓簽了一個協議 叫做什麼 共同開發備忘錄 大家一起開發 用一個小部分開發 就用南海東部叫禮諾灘 叫Wilt Bank R-E-E-D B-A-N-K 禮諾灘 先去做一個小部 一個試驗 那個試驗是什麼 禮諾灘有什麼 54億桶的石油儲備 不多不少 另外還有1.56億立方米的天氣 我用這裏去吸引它 為什麼呢 因為菲律賓說 你只要認我做大佬 認這些主權歸外就可以了 利益你佔六成 我中國人一向都是要名不要錢的 我佔四成就可以了 你六成 到底這麼笨 已經簽了協議了 準備開發 現在開發了 變成一個先例的 越南和中國 越南佔了28個島 將來大家可以分成 我再預算多一些給你 大家貪數 就無數 我最重要是要認名 你不要跟我爭 不過我利益比你最多 如果這個成功的話 會在哪裡搞呢 就是在沖繩 沖繩我們叫做琉球群島 如果這個南海菲律賓這道東西 給它開工 禮樂攤 一開工的話 日本的沖繩就不穩了 根據聯合國波士坦協議 琉球人民是可以要求獨立的 只要獨立公投 獨立公投呢 日本有南海油田的利益 是基於沖繩是日本的 如果琉球不是日本的 琉球人民就發達了 因為六成是歸琉球人民 琉球這麼少百多萬人 中國不要錢 所以如果禮樂攤給你動工的話 美國還有運限 大家不要忘記2018年8月份開始 美國又從全球第二大的石油消費國 變成全球因為葉癌有革命 變成2018年8月 已經變成全球開始最大的石油生產國 生產完之後 那些油要賣的 如果東海的朝鮮半島 南海的油田都開發的 美國吃什麼 我這個是戰略眼光來的 最重要是搞事搞事 一天你未開發的話 我一天都等我先賣了些東西 將來石油值不值錢 等我先賣了 賣了先 到時你怕中國剩下石油都沒有用 都不值錢 等我快點搞定 而且在日本裏面 日本在中軸線裏面 有一個叫東海油氣田 大家知道 另外已經聯合開發的就是春海油田 日本那方面叫白華油田 其實因為東海事故 東海韓式別區 東海的矛盾 就是日本去買釣魚島事件 是擱置了春海油田的共同開發 也都令到日本經濟受損 美國也都暫時可以賣貴些油 因為控制供應 世界石油供應 第五個原因就是 最關鍵的 留住美國資本 在money market 一個一年內的資本市場 令到國際資本 進入一個股票和地產市場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其實這個是金融戰的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發動1980年 透過2022年的24日俄烏戰爭 發動過金融戰 因為在俄烏戰爭 美國的美聯儲師兄 在3月15日加息 因為資本是逐利的 你沒有理由加那0.25% 歐洲的資金都不去美國 但是資本是脆弱的 哇 打仗啊 走了 所以每一次美國加息週期 連帶你一個大戰 一個戰爭 經過這個助力這麼艱難 這十幾個月才令到美國的利息 去到5.25% 吸引全世界的國際資本 去到美國拍碼頭 這麼好形勢 為什麼美國經濟軟著陸呢 錢啊 全世界所有美元的現金 都拉到美國了 這是第一步 成功了 第二步 第二步 要成功了 問題就是來了 因為每個都不知道 美國多… 這次聰明了 不要放一些長遠投資 股票、债券會套住的 大家堆住的就是銀行在金融市場很短時間 一年以內的工具 但是錢隨時會走 當美國減息週期 經濟不好景就會走 那怎麼辦呢 現在要第二步階段就是 如果中國經濟形勢一片大好 現在美國股票這麼高 中國這麼低 香港市盈率都是八點幾倍 史無前例 用什麼國際資本去向中國香港走 那美國就得長空 所以關鍵的時候要製造 中國周邊形勢的環境很差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 要想辦法令到 泊在美國碼頭的美國資本 由money market 盡快進入股市和地產市場 怎樣進入呢 關鍵就是吹了 美聯儲公佈的議息報告裡面 明年2024年有三次減息 但是CME 金融專家可以知道 現在是美國期貨專家裡面說 美國有六次的減息 我告訴你是假的 因為我研究過每一次的總統選舉這年裡 最多都是三次減息 不會有六次減息 CME說是六次減息 其實是想引導什麼 引導國際資本 一減息的話 買磚頭 買資產 美國資產 或者進入美國股票市場 如果當國際資本在高位和美國資本接貨的時候 就去完成第二階段任務 就突然間股票其他就會立民 美國資本就去國際吸收一些便宜的東西 美國經濟就吸血了 所以現在最關鍵的第二個階段 美國一定要盡最大努力製造中國周邊環境的惡化 如果中國擦槍走火 就行了 美國就有好日子 這個我看到就是 為什麼要美國繼續在朝鮮半島和南海搞事 那五大原因 你認為美國在這三個地方 剛剛提到東海、南海和台海 如果發生一些衝突 或者他最終的如意算盤 你覺得打不打得響 我看過結果就是 一定不會成功 而且反而是助力了中國 為什麼呢 你看一下 在台灣裡面 如果我們倉拙收回台灣 一抽三 是中國會面對美日韓裡面的互台 最少是美日台去對中國 這個對中國的安全形勢 這個穩勝的機會是比較難的 但是如果朝鮮半島出事 中俄朝對美日韓 如果裡面 今次現在 金正恩的態度就是 你看一下 既然順勢而行 他是一個很大的戰略家 為什麼順勢而行呢 他第一已經準備了接班人 連一個十歲的肥妹仔 他的女兒 都安排做接班人 有白頭山月筒 安排做領袖 頻頻帶他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出戰之前 一定要想著接班人 要不然就亡國了 血緣 或者被他在妹妹裡面 這麼小 他自己經歷過什麼呢 經歷過八老去護政 由他孤掌那方面 他都不想他的女兒 將來有這麼多困難 所以他就更好做準備 就是說 金正恩很有決心去打這場仗 第二 金正恩這麼有誠意 大哥 你自己搞定台灣 行了 我跟你看著韓國 裡面的美軍 三萬多美軍交給我 這麼有誠意 做大的 怎麼會不肯支持呢 這件事很誘惑 而且中國一出手的時候 中國對付美國 俄羅斯就對日本 日本出不了手 跟著第三就是 朝鮮對韓國 中俄朝 對美日韓 我們都是勝算的 為什麼呢 你只看朝鮮 朝鮮一百二十幾萬軍隊 韓國五十幾萬 但是韓國的軍隊 好像韓星各個都四眼仔 都是被迫當兵的 有兵逆制 但是你看朝鮮半島 第一天精兵裡面說什麼 有八十幾萬人志願軍 他都叫志願軍 跟中國一樣 去參與 為什麼呢 金正恩說 我們跟韓國分身家好不好 那邊都饑荒了 現在還可以跟他們一搏 一招顯赴 每個人都跟你分身家 打地主分土地一樣 你說朝鮮行不行 那當然值得一搏 衝下去就行 還有三八線裡面 美國很害怕 和哈馬斯一樣 怕朝鮮會學哈馬斯 哈馬斯 三八線對首爾 是四十公里至五十五公里 八十幾萬軍一起衝過來 你那三萬美軍會怎樣 三萬美軍死定了 因為美軍是不擅長陸戰的 而且不要命的 衝過來 是沒得頂的 所以美國是要挑釋 但是又要找湖南跟中國說 關鍵的時候 你按一下 你那個金正恩現在又越來越狼了 你和我按一下去 為什麼美國在10月10日 就金山會議 一定要和習近平談過湖南呢 他不想出事 關鍵是想搞你 但是又不要真的打 最重要是你按住兄弟 但是這個最終形勢 我們要判斷了 當然中國就是 標誌性事件的2027年 解放軍 成立了一百週年 我們需要有一些 標誌性的事件 是不是修回台灣 2027年呢 大家在想著 但是如果美國挑釋過頭的話 如果美國的安全形勢改變的話 我們送他一程 真是中日韓 金正恩這麼有誠意 究竟美國會不會用核武器 肯定不會 你有沒有見到金正恩最近是什麼 金正恩最近發人造衛星星空 每天都拿著望遠鏡看著 今天就玩一下關島 他公佈出來 為什麼關島夏威夷白宮 外加無小事 為什麼要公佈給你知道呢 兄弟 你不要用核武 不要斬首行動 如果斬首行動 我白宮都可以斬首你 我現在都可以 導彈都可以到你 不過我不是很準 不過就是因為不很準 才怕朝鮮的導彈 第二件事 如果真的跟他戰爭的話 你真的用核武器 我就會動你關島夏威夷 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一次過沒有了 即是告訴你 結果 你猜美國會不會為了韓國 而放棄夏威夷和關島 甚至美國本土 因為今天是一個瘋狗 一個瘋狗 有核武器 美國害不害怕呢 所以中俄朝對美 在朝鮮部島 不會輸 比我們 對台灣更有板 第二 在南海 南海你發覺 我們的大戰是什麼呢 最近中國外交部發覺 我們年底有什麼新鮮事 習近平主席直接去訪問 越南簽了一個 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深化 中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第二篇外交部出的 就是構建具有戰略意義的 中越命運共同體的聯合聲明 中越提升了好關係 命運共同體準備什麼 即是告訴你 如果南海 我很受委屈 菲律賓經常搞我 我經常都讓他 他都會搞我 美國會挑戰的對象就是越南 菲律賓 我先搞定越南 兄弟 我和你都是共體主義國家 真真正正的 我死了 千萬不要臨忘我死 我死了 美國就搞你了 所以你看都看我頂住 因為我前面 你現在在兩邊得益 在美國那邊 有案內包 你有著信 我又支持你 你兩邊得益 中國有個支持他 直至泛亞鐵路去到越南 將所謂原材料 物流成本降到最低給你 你讓一讓我看著 當我動手菲律賓的時候 你不要在東盟搞事了 你不理解 理解 收到 準備出手了 中國的訊號就是 跟著他簽完這個中越 命運共同體 王毅怎樣高調譴責菲律賓 就等於什麼 矯文一樣 我準備出戰矯文 那如果菲律賓不清楚 不懂得做 現在美國航母艦 隨時又要去 紅海對胡塞武裝 隨時不夠照 那菲律賓呢 如果真的硬來搞事 中國不會對付什麼 只是夜勢 將黃岩島牛仔蕉 人愛灘 一次過填海 一起開工 因為他現在很害怕 馬可思改變主義 一改變主義 中國這麼難得鋪墊了這麼久 現在我都被你搞了很久 我都沒有動你 個個都知道 你發覺為什麼 王毅的外交 每個東盟國家去過一片 告訴你 大家招呼了 越南最會搞事 最大軍力的 都跟他談判 就是準備動手 我填海 會有你作素 我都會照顧你 這些事慢慢談不要緊 但是我不是針對你們的 如果再搞事的話 菲律賓就自討苦吃 就一次過把他 你不用再去補給 人愛灘 人愛灘會填海 黃岩島關鍵是什麼原因 黃岩島就是最近台灣的四個基地 一百公里 中國直接在黃岩島裡面填海 美國四個海軍基地 在菲律賓就廢了 因為什麼升空都看到 所以什麼飛機 我們全部都看到 關鍵是不用打仗的 因為為什麼 當你飛機升空 準備去照顧保護台灣的時候 你是不用回來 因為基地沒有了 會炸了 關鍵的時候 大家會知道 現在的仗是怎樣打呢 是看空軍 但是當飛機升空之後 還有沒有軍事基地存在 降落不到 沒有不會吸收 也沒有機會 所以最後來說 美國挑戰到中國 無論是朝鮮半島 和南海 都是對中國有利的 除了天黨和建國的百年目標 建軍都應該有百年目標 今集我們講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鬱基TV的頻道 留言讚好 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好看 吧 你看 來吧 我們不要緊 我們來看一下 行動 然後 過程 我們可以 走 我們來為親